再来要看到的是台南环保局的仁德回收场 在凌晨突然间发生了大火 由于现场放置大量的废木材、弹簧床等毅然物品 火势是迅速的延烧 就怕会持续蔓延 锦销人员出动了多部消防车 拉起水线灌皱 最后花了8小时才顺利扑灭火势 还好这只意外无人伤亡 猛烈火势伴随浓浓黑烟直串天际 红色火光照亮黑夜 从高空中看 回收场陷入一片火海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仅消10万火急 到场涉水灌灸 火真的好大 就怕有持续延烧 消防人员不随限将火势围堵起来 清洁员接获通报 也到场了解状况 注农意外就发生在台南仁德区 环保局仁德回收场 8号凌晨 回收场怕莫名起火燃烧 由于现场放置大量木材及床垫等废弃物 火势迅速蔓延 没一会就全面燃烧 燃烧面积达500平方公尺 仅消出动 22车44人到场灌旧 费了一番功夫 火势终于8个小时后扑灭 燃烧物大概大部分是 木材类的汇气物 两边都在起火 我们先要把 另外一边先把它扑灭掉 然后再深入去抢救 好在这起意外 并无人员伤亡 虚惊一场 只是回收场 怎么会起火燃烧 还有待调查厘清 而大火窜出的浓烟 恐怕又在影响当地空气品质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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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